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視野 我是陳凱婷 炎炎夏日 清涼的水果可以消暑解熱 洛杉磯西瓜將年華蕙賣入第53屆 邀請民眾免費西瓜吃到飽 現場也就地取材 舉辦吐西瓜子大賽 比誰吐得遠 趣味十足 另外 活動重頭戲雕西瓜 來自全美各地的廚師大展身手 一個又一個精緻的西瓜作品 吸引民眾搶著拍照 夏日炎炎做什麼好呢 今年洛杉磯西瓜家庭皇會 現場出了有吃不完的免費西瓜 還有吐西瓜子比賽 每組冠軍獎金高達500美元 美麗的西瓜皇后還會幫你加油打氣 我比較熟悉 因為我經常去公開公司 我經常去旅行 這是我的工作 我去加拿大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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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去加拿大 加拿大 所以這就是很興奮的世界 洛杉磯西瓜嘉年華會 今年已經是第五十三屆 一連兩天的好看中 還有一項受矚目的活動 那就是雕西瓜比賽 讓來自各地的廚師大展身手 這位華裔廚師來頭可不小 稍早才拿下年度大獎 香港移民到美國的潘國牆 在現場雕出貓熊 老虎等作品 讓這場西瓜嘉年華會 有吃 有玩 又有拿 中央世界 吳謝昌 洛杉磯報導 2014台北購物節 自8月1號起熱鬧登場 台北市政府指出 今年不僅擴大邀請了 各大百貨商圈參與 更將以百變生活 百變滋味 與百變造型為主軸 定期在商圈擺設裝置藝術 搭配促銷活動 期間海外遊客來台北消費 還有機會帶回10萬元獎金 拼觀光誠意十足 有10大商圈 10大百貨 2000多商家一起配合支持 我們不止有非常價廉物美的商品 外地來的好朋友到這裡消費 每週也有抽獎10萬元獎金的活動 搭配購物節 市府今年也特別推薦百家好店 包含北市知名的糕餅 牛肉麵及文昌商家 多家知名美食也將應景推出折扣優惠 更重要的是 民眾在這期間 只要到北市店家消費滿百元 停發票就可上網參加抽獎 投獎幸運兒汽車就能開回家 我們現在是亞洲最好的20個旅遊城市 而且是華人文化圈裡面 我們消費額最高的城市之一 在這一次台北購物節當中 你只要採購100塊以上 有這個發票你就可以上網參加抽獎 第一特獎就在這裡 汽車一步 除了讓消費者買得開心 各大商圈今年也將揮劃 新奇的封街娛樂活動 像是音樂會 時尚走秀等 新門商圈八月底 還有Cosplay決賽展演 攜手打造台北城特有的文化魅力 中央社記者張志燕 紅黃軍 台北報導 中央社擁有陣容最堅強的新聞團隊 全球布局居台灣媒體之首 將近30個據點分布五大洲 以台灣觀點掌握全球脈動 加拿大羅傑斯杯網賽 台灣網球一哥盧彥勳 在男子單打會內賽第一輪賽事 面對實力堅強 沒有交受經驗的西班牙選手 葛拉諾勒經歷了一番苦戰 好在盧彥勳在比賽中調整狀態 最後以7比6 7比5勝出 晉級32強 我覺得今天當然 整體的表現來講 我是算還滿意 只是說在第二盤的時候 自己有點就是說 4比0領先的時候 然後可能自己覺得對手 可能沒有想要試 所以可能自己的一個心態 然後專心度都沒有 像前面一開始的時候 這麼的集中 那當然很高興說 最後還是有找到一個機會 在5比5的時候破他發球局 然後把比賽拿下 高雄日前發生大規模氣爆事件 全台民眾都很關心 盧彥勳也心系高雄 除了在賽前捐出50萬台幣協助救災 比賽當天站在手臂上掛上小黑布條 悼念高雄的氣爆罹難者 第一時間我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心裡滿纠結 然後很痛 因為看到這樣子的情況 自己的家業員 然後變成這樣子 那當然我覺得我只是盡 盡自己的力量去幫助他們 盧彥勳下一戰將對上大會第四號種子 捷克選手伯迪奇 盧彥勳今年曾經在曼谷敗給伯迪奇 面對接下來的賽事 他說不會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盡力而為就好 中央設計的張若婷 多倫多報導 100年前的8月4號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德國發動第一場戰役 回軍南下攻打比利時的烈日 從此四年戰火燒遍全歐洲 烈日最近舉辦一戰紀念特展 紀念一戰百年 主辦單位向全球各地 借來多達3000項展品 展出規模號稱全球最大 利時是第一場地 在世界大戰役開始 當英國人從英國的海外 到利時4月14日 有兩星期的戰役 展覽現場除了可以看到 許多罕見的紀念文物 也有影片還原開戰前 哈布斯特王朝費迪南大功 在塞拉耶佛遭到刺殺的經過 這起事件一般認為 是引爆一次世界大戰的刀火線 另外展場也重建當時的作戰壕溝 和遭到摧毀的民宅 讓參觀民眾身力其境 一戰當時的緊張氣氛 我們有一個生命的遭遇 讓我們可以看到 和活動的戰略 在北京的戰略 有興趣的是 我認為是醫生發展 或是武器和武器 这场一战纪念展览 预计展到明年5月 指观单位希望参观民众 亲身感受到战争的可怕 学会更珍惜无数生命得来的和平 专社记者江金叶烈日报导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去年9月成立 营运不到一年 因为区内金融贸易和物流的开放力多 吸引各国企业进驻 其中台资企业至少有114家 注册资本额超过2亿美元 元60亿元新台币 台资银行看准自贸台商 在资金运用和调度需求 也纷纷计划在这里设定服务 国台市华银行25号率先开幕 成为上海自贸区第一家台资银行 不管是在贸易融资方面 不管是在现金管理方面 我们都能够在台湾 算是最佳的一个银行 那么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把这个经验带到这边来 能够复制这个经验 我们虽然是台资银行 但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是广面的 全面的 台资银行除了提供台资企业需求 也希望利用上海自贸区内 利率 汇率 资本进出上的开放和优惠 与大陆互联网金融连结 和全世界做生意 尤其这边资本向下的兑换 自由汇出 资金的调度 资金的运用 它这个效率增加很多 如果说企业有这个需要 银行不进来 干嘛把这个钱给别人赚 上海台商协会会长提到 除了国泰市华外 未来第一银行和更多台资银行 也会进入上海自贸区开设支行 相当看好自贸区经济的发展 张社记者冯昭上海报道 东协外长会议 这个月8号到10号 将在轮值主席国缅甸登场 除了东协各个成员国的外交官员与会 中国大陆 日本 美国和俄罗斯也将派代表参加 由于近来全球各地战事频传 包括乌克兰危机 加萨冲突等事件 预料将会成为会议中的讨论重点 更多国际消息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陈凯霆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